欢迎回到我们的每周360 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 车坛发生了什么重点新闻 在新闻开始之前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第一则新闻就是 比亚迪的 ATTOR 3 正式进军 马来西亚市场有两个车型可以选择 售价从 149,800 令吉起跳 其实这个 ATTOR 3 就是在中国的 比亚迪 EM PLUS 是基于这个纯电动平台打造的 纯电 SUV 它在马来西亚有两个车型可以选择 在现场经过肉眼大发观察 其实这款车大概是在 B或者是B PLUS 左右 它比 Kona EV 稍微大一点点 然后在马来西亚市场 它有两种电池容量可以选择 分别是 410 km 的续航 还有 480 km 续航两种选择 在这个电动机的部分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203 HP 风质流流表现 310 Nm 根据官方的数据 它可以在 7.3 秒完成 0-100 的加速 至于它们的充电速度 分别是 70 KW 跟 80 KW 这款车我觉得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内装设计 中间的荧幕可以自由的旋转 但是老实话 旋转起来有什么用处我不知道啦 但是整个感觉就很科技化 目前原厂也表示这款车有 500 个 Booking for 试驾 所以我想想这款车在本地的销量应该不错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 Aftor 3 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你也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根据原厂未来的规划呢 它们会在明年引进这个海豚以及海豹 我相信这两款车会更有竞争力 而且原厂会耗资 5 亿令吉投资在本地 未来甚至会有 CKD 的计划 那么 CKD 的电动车价钱会不会更便宜呢? 有小道消息指出这个海豚可能会低于 10 万令吉哦 10 万令吉的电动车你会不会买?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第二则的新闻 Mazda 的 CS50 可能会化成国际车型 并且会进军其他的海外市场 实际上这款车原本是这个北美特空车 它采用了 Mazda 3 还有这个 CS30 的平台打造 但是车身码稍微大一点 而且整个外观恐无有力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 CS50 的外观设计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款车在美国只有两种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 2.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 2.5 公升的涡轮这样的引擎 两个车型都有 All View Dry 可以选择 原本这款车是为了北美爱好户外活动的消费者打造的 可是最近就有消息指出呢 这款车会引进中国市场 这代表着它从原本的北美特空车变成了国际车型 事实上目前贩售的 CS5 是在 2016 年年末推出 然后 2017 年登陆我国市场 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年龄了 如果说原厂愿意引进这款车型来取代 CS5 的话 我自己觉得这个销售成绩应该会非常不错 因为毕竟这款车的颜值真的是很高 内装设计质感也很出色 只是原厂会不会引进呢 我们就期待一下这个 Burmax 摩托会不会给我们惊喜 第三则新闻就是 UMW Toyota 的高层暗示明年引进本地的新车 我相信各位 Toyota 粉丝都非常的期待 明年会有什么新车引进本地 有两款车可能性非常高 第一款就是大改款的 Vios 其实大改款的 Vios 会引进本地 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只是我们都不知道几时 而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呢 是在 2023 年的上半年最快可能会在 3 月就发布 其实已经非常快了 就在这一个 UMW 的高层呢 在暗示这款车即将登陆本地之后呢 本地就有一些 Toyota 的销售员已经开始接单了 其实呢会有些人讲哎呀这款车没有这样快来的啦 Salesman 都没有消息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款车 而且这款车在很多的部位上都有惊喜 就敬请期待 至于下一款会引进本地的车馆呢 则是可能刚刚在印尼发布的 Toyota Innova Hybrid 这款车呢它改用了前驱平台打造 车身尺码更大空间表现更好 更会符合一般家庭用车的标准 而且重点呢这款车会配备一个动力强劲的混合动力引擎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Dynamic Force Engine 2.0 混合动力版本 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184 HP 我觉得这个马力对于一台家庭车来讲非常够用 重点是它是一台混合动力的车型 在提供你很出色的动力之一 它还有很好的油耗 跟上一代的 Innova 相比的话就真的是好太多了啦 如果开过上代 Innova 的人都知道 上代的 Innova 根本都是油魔王 所以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这个 Innova 引进本地啦 只是不知道会不会 CKD CKD 的话价格必定必定会很有优势 第四则新闻就是 Proton 的 GEP3 引擎 累计产量突破一万辆 明年会有两款新车采用这个引擎 这两款新车是什么呢 不用讲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 S90 跟 X50 新加坡的 S 这具引擎其实是 CVET 在欧洲开发的 模组化引擎 有 1.5 公升的版本跟 2.0 公升的版本 目前 2.0 公升的版本主要用户是 Volvo 以及 Link Encore 至于这个 1.5 版本的主要用户则是 Proton 而且他们为本地市场开发了一个特别版本 也就是 1.5 公升的 MPI Turbo 它跟 TGDI 有什么差别呢? TGDI 的版本最大马力表现是 174 HP 峰值扭力表现 255 Nm 至于 MPI Turbo 最大马力表现则是 148 HP 峰值扭力表现 226 Nm 两者均匹配 7速的 14 双离合器 变速箱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 48V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的版本 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190 HP 表现非常的出色 而在明年呢 这两款新车都会采用这个引擎 我个人是非常的期待啦 但是我相信会有一些朋友讲 嗯 3 缸引擎还是什么什么 但是我觉得 3 缸引擎怎样都好过 CAMPRO 你们觉得对吗? 最后一则新闻对于性能车迷来说 是非常好的消息 也就是 2023 年的 Subaru WRX 正式进军我国市场 售价从 285,000 令吉起跳 这一款车其实是在北美刚刚发布不久 然后现在就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了 它有两种变速箱可以选择 分别是 6MT 跟 CVT 如果你是手动挡的爱好者 你可以选择手拍 如果你是日常市区驾驶居多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 CVT 它配备的是 2.4 公升的水平对卧涡轮增压引擎 这个水平对卧涡轮增压引擎呢 最大马力表现是 271 HP 峰值扭力表现 315 Nm 然后还有配备 Subaru 引以为傲的四轮驱动系统 整体不管是加速还是它的操控表现都非常出色 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一代的 WRX 的外观设计真的是超帅 然后它的内装设计也维持了高质感 我为什么会说高质感呢 你去看了车就知道了 而且它中间的那块大萤幕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而且还支援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块萤幕呢可以显示的资讯真的是非常的多 加上外观设计出色 我个人觉得这款车如果你是 Subaru 车迷 或者是你是 JDM 车迷的话 真的非常值得收藏 因为这一代你 Miss 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下一代了 好啦 以上这一期就是我们每周360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